给它重置吧 如果换主板的话 那这个视频录起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把这个主板拆了出来 发现上面有这种贴纸 原厂机是不会有这种贴纸的 有这种贴纸说明它在保修期内 也到官方换过主板 看来也不是第一次坏了 但是主板我看一下 是原装的主板没有修过的 看吧 只有没了 等一下我们把它CPU拆下来 来讲解一下 它为什么这么容易虚焊 给主板架上焊台 咱们给CPU来个SPA 这得上点焊油润滑一下 众所周知 拯救者芯片底下呢 都是灌了黑胶的 它没有那么轻松取下来 温度上来之后你得翘 不然的话黑胶会把芯片 牢牢的张在主板上面 气球已经融化了 但是黑胶使它下不来 OK 芯片已经取下来了 咱们先来观察一下焊盘 不出所料 焊盘的一侧已经是完全平整的了 这是为什么呢 在一年以前的联想小型这个视频里面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 吸球与黑胶还有主板之间的因果关系 看吧 这一部分它的焊盘都是平的 芯片已经被黑胶顶起来了 一方面是黑胶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是温度比较高 就容易导致这种现象 只能先重植试试了 CPU这边我也只好求了 用的是蓝屏的诶 装球之后咱们再把焊盘给清理一下 脱平整之后给上面刮一层锡 今天这个黑胶拆的还算是蛮成功的 板子没有很多的掉点 刮好锡之后咱们再把CPU给重新焊回去 拯救者的板子咱们可以给它用无签高温焊接 好 板子已经焊好下来了 温度有点高 先拿个风扇给它降降温 先不要着急通电 先来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先 CPU几个供电 组织正常没有短路 再来看一下之前的时钟金正 OK 两个脚都有直了 说明金正和CPU已经勾搭上了 装上内存 看一下电流情况 OK 自动上电 电流跑得非常的欢快 这个电流 你要说不亮机 我是不相信 装机 装机 我简单拼了一下 可以上电 可以跑马 可以亮机 卧槽 这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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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上突然多了个小疤 卧槽 修出问题来了 这也太吓人了吧 什么时候磕到的我都不知道 哎呀 我很小心的呀 早知道给它套个袋子了 扣都扣不下来 应该是表面磕到了 不是长东西长在上面 咦 什么时候磕到的呀 不是一直合着的吗 先进系统来看看 它这个是5800H的处理器 16GB的内存都有识别到了 全部装好 整机装起来看看 OK 现在用电池也可以上电了 时间也可以正常保存 一般如果是这个电路出问题的话 时间也会改变 你可能关机再开机 它的时间就变了 进系统的各个设备识别也都正常 要不怎么说它容易坏呢 内容啊 内容 什么都归它管 生卡 网卡 USB 以前这些归南桥管的 现在都归内容管了 其他的设备都没什么问题 就屏幕上多了个疤 在这个桌面背景下 压根就看不出来 我刚仔细检查了一下 应该是刚开始就有的 打开的时候 屏幕上就有这道疤了 OK 现在电脑开了一晚上 都能稳稳的运行 没有掉链子 像这种虫子的 也不知道能有多久 这个用的也是高温的 无纤焊接 黑胶呢 也都去除了 希望能用久一点 好 那么说话的功夫 又一台R9000闪亮登场 这一台呢 也是刚刚过往没多久 这一款电脑都是过往没多久 21年的到现在 两年多一点都陆续过保了 这一台的故障现象呢 是可以上电 电流跑到了一昂 但是没有任何跳变 同样屏幕也没有显示 这种呢 就属于是能上电 但是不跑马了 打开户盖 我发现这是一台二修机啊 标识被刷过 修的不是很明显 CPU没动过 大致测了一下 供电都已经齐全了 像这种不跑马的 又是AMD的处理器 舍我骑谁啊 CPU没有短路 上一台测不到直的点 在这个电脑上是可以测到直的 这两个电脑不是同一个故障现象 但却是同一个故障点 主板我看了一下还挺干净的 这里打了个叉 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 这个机组呢 在换板与重置CPU之间选择了换板 贵是贵了点 但起码稳妥 还是原厂的品质啊 像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R9000的主板 看吧 CPU已经是取掉了 CPU不是我猜的 这是一个同行机 它自己想重置CPU 结果没成想取下来之后发现掉点太多了 又是一个被黑胶坑害的同行 确实啊 像打了黑胶的板子 做BG的话就有这种风险的存在 我给它补了点 但是焊CPU也一直没焊好 焊上去都是不行 这个板子呢 最后折腾了好久 最后还是选择换板 白折腾了 又多花了钱 就R9000这一款的 这个月碰到有8台了 有4台都选择去换主板 另外4台重置的好了两个 另外两个重置了也不行 就没修了 也不是说联想质量差 卖的多 销量高 是这样的 你像那些卖的少的 有谁会说它质量差吗 因为根本没能修啊